所以你家食人打85折 就是如果說食家燈物有低價85折 已經有成交了 那就是事實 可是呢 房仲跟建商的業務 就故意假裝沒這件事發生過 就是你家打85折嘛 沒有這個事情嘛 你唬爛那個只是那個 食家燈物不準啦 食家燈物參考用的 那特殊案例啦 那是法拍屋啦 就會講很多案例來跟你講說 那個是假的成交的 可是實際上呢 因為現在事況真的不是很好 現在看房子的人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會有這樣的新聞出現 是為了要上你的眼睛 你關心的買賣房大小是 你該知道的法律和稅務概念 都在如但如聊好房 請鎖定好房網YouTube頻道 我們先上見 親愛的房仲 親愛的業務 你看我查了實際上登錄 有沒有 打85折 業務會怎麼回你 那你家打85折給我啊 這句話已經馬上出現在館長的粉絲喔 館長說要居住正義 然後館長的粉絲就說 那你這樣子你家居住正義給我嗎 你用當初原價賣給我嗎 然後館長就 館長腦筋不好 館長是一個 他是不是正直呢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知道說 他是一個講話很直接的人 他至少不會交柔作作 但是呢 腦筋不是很好 想一想他房子賣給你 他住哪裡啊 傻傻對不對 可是重點是 你家十人打85折給我 所以很多網友一些惡意的網友 也是跟我講說 居住正義 史惠哥那你家 當初你家一瓶十萬賣我好不好 叫誰居住正義 我只能跟你講說 十萬賣你 因為我現在房子需要住 所以我房子不是拿來賣 房子是拿來住的 不是像你嘴巴中的商品 我買這個房子只是為了住而已 房價上漲 不關我的事情 對不對 就像我這件衣服一樣 我買這個衣服是為了穿 不是為了像你屯房 不是為了讓你炒作用 所以你家十人打85折 就是如果說十萬賣有 低價85折已經有成交了 那就是事實 可是房仲跟建商的業務 就會故意假裝沒這件事發生過 就是你家打85折 沒有這個事情 你虎爛那個只是十萬賣不準 十萬賣參考用的 那是特殊案例 那是法拍屋 就會講很多案例來跟你講說 那個是假的成交 可是實際上 因為現在事況真的不是很好 現在看房子的人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會有這樣的新聞出現 是為了要上你的眼睛 為了讓你看到 你看 藏小三 一房一廳稀有四出 四九八重點是藏小三 連這種吸進的話都出現 就代表說 其實現在看房子的人真的不多 真的變少了 你自己想想知道 本來在選舉之前 或是打草房 在七月一號之前 大家交易都很熱絡 那我是不是講說 這個打草房會影響到預售屋 當然預售屋不能夠投資 不能夠轉售 不能夠賺錢的話 投資客就不會想去買預售屋來玩了 好 我有講過 對 所以七月一號之後 你看今天已經七月中 七月底了 房地產的交易當然是下降很多 是因為投資客覺得 我買這個房子又不能夠交易 不能夠轉讓 我買在幹嘛 我買來自住嗎 我沒有需要自住 這房子那麼爛怎麼住呢 這真的是爛房子 所以投資客乾脆不玩這個 去玩股票好了 之前曾經有人故意 有房仲的器人是故意講說 投資客不玩預售屋就去玩城污 所以城污會大漲 有沒有 當然是騙人的 藏小三 如果今天生意這麼好 你還要藏小三嗎 還要出這種 不大不起的那種廣告用語嗎 這個真的是 叫那個教育的學者 教育的人來罵一下 人家說 世風日下 為了賣房子 出賣靈魂 什麼教害小孩子大小 這樣以後我怎麼交小孩 什麼什麼的 所以你看到這種新聞出現 你就知道 其實這不是為了創意 因為現在房子真的很難賣 所以就會有藏小三 什麼死人屋 有沒有 這種來騙你去看房子 那是值不值498 一定不值498 重點是要吸引人去看 因為現在連看房子的人都變少 這個是城污狀況 那預售屋呢 這個畫面是PTT的畫面 就是PTT實驗房的那個討論區的畫面 在講什麼其實字很小 他講說想不到今天高雄又冒出賠售 20萬房價的投資客 就是7月1號之後 預售屋不能轉售 可是過去舊的預售屋還是可以轉 就看你要不要降價了 所以有人一直在網路上找尋有賠售的一些來源 那這個是高雄的一個賠售的物件 物件內容是什麼不重要 重要是高雄到現在還在賠售是因為趕快賠 能早一點賣就早一點賣 因為高雄沒有台積電的利多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台積電是一個政治的手段嗎 來不來不重要 因為來了也不一定賺錢 來了也不一定賺錢 你以為全球晶片有缺嗎 三星的晶片已經大量的滯銷了 這個我們都知道 台積電沒有用力的到處亂建廠 亂蓋一些晶片 亂搞一些晶片 就是擔心萬一滯銷的時候 沒人要的時候就會很慘 他的廠就要關閉這樣 那一關閉股票就崩盤 不是大跌是崩盤 因為那是一個面子的問題 所以台積電很聰明的知道說 高雄要做什麼以後再說 現在政府還在弄地 我們沒差我們沒有任何的損失 我們沒有員工 我們也沒有花任何的錢 去做高雄的事情 高雄只是在整地階段就死了 算了高雄不要做好 那也是高雄市政府給我們的廠房 所以以後再說 什麼7奈米28奈米 再說 想也知道就是沒有要做 所以高雄的房子 真的也是在賠售 因為預售屋賠售 賠20萬其實不多 因為當年這些投資客價格搶太高 所以你賠20萬真的也不是什麼賠 要賠就賠15% 你給他14%好了 給他1%好不好 15%就是斷尾出場 因為房屋總價15%是違約金的上限 那你給他14%可不可以 那你給他14%可不可以 給他1%不要賠那麼多嗎 不然就是你剛才要買 你是傻子嗎 你也不是傻子是不是 所以現在預售屋真的也在賠售 還是有 不是沒有 只是大家偷偷地做 因為這件事情如果被公開地做 群組就會瘋掉 因為大家都用投資群組在做 那投資群組就會瘋掉說 誰這麼不講義氣 低棟八樓是誰 我們殺死他之類的 封殺他什麼的 出來就揍他一堆 害我們投資損失 差不多是這類的東西 所以現在投資群組其實都滿緊張的 因為誰能夠賠售誰先跑 誰就沒事 那其他人沒有跑了就會吐血 那我們當然是一般吃瓜群眾覺得太棒 乘起何時你們也在焦慮 不是我們在焦慮 爽 賠到爽為止 所以現在都在疊價格 所以如果你今天這個時候要去買房子 可以用力殺 真的用力殺 殺一殺你看85折 持價登陸低價85折 不就成交了嗎 沒有騙你啊 沒有殺不下來的價格 你殺不下來就空著 所以我們家我們二樓空了好多年 好多年喔 可能有五年以上喔 那屋主可能沒差 因為他覺得 反正我不在台灣 我不在國內 隨便你 或是我錢很多 這個房子燒掉我也不怕 那個對不對 賠光了我也不怕 搞不好他是很有錢 因為我不知道屋主在幹嘛 反正他就是賣很高的價格 願者上勾 對不對 最新影片都在好 反往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喔 打開小鈴鐺喔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